宁夏在古丝绸之路上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与阿拉伯欧洲国家进行贸易往来的 又留下多少印记呢 要想破解谜题必须依靠大量的古典文献和物证 这两年中卫市海源县的一个农家小院吸引了不少国内外的专家学者 因为这里居然会随着上万件古丝绸之路遗留下来的宝物 有着丰富的文史价值 而所有这些都是海源县农民马进福三十多年沿着古丝绸之路收集来的 这是海源县城的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 人们只有走进去才会发现 马进福的家其实更像是一个文化宝库 上万件金银铜器玉器瓷器古代家具书画藏品杂像 塞满了近1000平方米的屋子 马进福18岁就开始搞收藏 起先是在海源县城里收集 后来他又来到西极龙德京元走乡串户收集农户家里的宝贝 不到十年他就是当地有名的收藏者了 后来就连甘肃青海陕西云南广东福建的藏友都开始主动的联系他交流藏品 这个时候马进福发现 这些省份的许多藏品 居然与自己当初在宁夏境内收集到的藏品是一个类型的 原来马进福多年来收藏的线路恰好就是过去中阿中欧商贸往来的古丝绸之路 就这样马进福的收藏之路开始与古丝绸之路结缘 他的经典收藏品大部分都与中阿中欧经贸往来有关 这是一件宋代书画作品 上面的寿字是用中阿文结合书写的 是马进福在海源县农户家里发现的 这是一张来自于古波斯的羊毛坛 上面描绘的是王公贵族集体狩猎的场景 可是却出现在海源县的一个阿宏家里 那么这东西能从西域到这个地方 本身就能说明就是在丝绸之路过程中间 包括王朝之间贵族之间 就在丝绸之路之间来往都这个因素都比较多 过去很多人讲丝绸之路没有经过影响 还有很多人说是丝绸之路走的一些地方 宁夏没有留下宝贵东西 那么从马先生收藏这些东西 完全可以证明就是丝绸之路不仅经过宁夏 而且在宁夏留下很厚重的足迹 上万件古丝绸之路遗留下来的宝藏 让来到这里的专家学者惊叹不已 但同时也表示担忧 由于藏品太多都集中在阴暗潮湿的房间里 时间长了很容易腐蚀 另外如果一直这样隐藏在民间 不能公开与社会接触交流 就无法发挥起本身的文史研究价值和精神价值 马进福在专家学者的启发下 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我的梦想是就是丝绸之路主持文化博物馆 让更多的人知道丝绸在丝绸之路上 扮演的主要角色 让更多的人了解丝绸之路上 独特的文化与历山 把这个交流 把孙伴 刘